例如我现在就要使用另外一份文件的样式 而那一份文件样式呢 标题一啊 它是黑色字20级的字形大小 那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标题二呢 它是黑色字跟现在一样 然后它的字极大小是16 那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快速的把别人的样式呢 整个汇入进来修改自己这份文件里面的样式 它的操作方式是这样子的 一样也是在讲常用底下的样式 针对样式里面 我们要去做汇入样式嘛 这边它就只有指定说内文啊 无间距样式啊 标题一标题二 那是不是应该还要有更多种样式 可以让我去做选择 就是在这边 这个按钮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来去做一个样式的管理 所以点选管理样式 然后点选汇入样式 汇入样式里面 左边是现在这份文件 叫做Office 2010 Tips 40招 那右边这份文件呢 它就是预设的一个样式总表 这一份文件我们应该要把它换掉 换成我想要参考 想要依据的那份样式 所以关闭档案 按钮按下去之后 这边就立刻变成开启档案 点选开启档案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找到 我们的档案所在的位置 在找这个档案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哦 因为它现在预设开启的是DOT的档案 所以呢 要把档案形式改成所有档案 我们才会看到指定的 例如说DOC档案 快速点两下 这一份我要参考的 公文样式点DOCX这个档案 然后把这里面所有的样式全选 选选之后整个复制过来 复制到左边 要选什么 全部接式要覆盖过去 好 所以点选全部复写 关闭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稍微检查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20字级大小 黑色字 这个呢 标题二它也改了 变成16字级大小 可是我会希望说 我要使用的是那种 标题一全部都是一个 中文大写字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们一样先打开功能窗格 方便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整个的一个修改情形 首先一样要去找到这个多层次 在常用底下的段落里面 有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段落清单设计 然后点选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那我们当去选在第一阶的时候用大写 大写 然后这边可以去修改 它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大写的中文字 然后我们加一个点 接下来呢 阶层二 我们记得法律编号样式要勾选 法律样式编号要勾选 它就变成1.1 阶层三是1.1.1 法律样式编号确定 设定完毕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每一个标题都改了 那标题二呢 当然我们也是要选取 刚刚这种样式 记得这边要点选Tab键 而且现在呢 我们只有第一个标题二 变成1.1 要如何去修改每一个标题二 都变成是这个样子呢 法律右键 点选更新标题二 以符合选取范围 点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边 阶层一 下面的1.1 1.2 1.3 全部都设计好了 标题一底下 这个第二个标题一 它底下2.1 2.2 第三个标题 3.1 3.2 一之类推 例如说点一下它 变成2.1 2.2 那我们去看最后一个段落 7.商业智慧篇 然后7.1 财务报表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都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编号 从别个档案 贿入所有的样式 当然也包含了像自行 还有像 比如说 合适的设定 这就是贿赂样式 记住 它的好处 绝对就是在 制作一个 一模一样 样式的文件 也就是说 大家不管是谁做出来 那个样式都是统一的 看起来就知道说 这就是哪一个单位作者文件 对 对 对